大家今天就要看看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進香港的論進頭條 我是家緯 今天想跟大家說什麼 就是想說突發林鄭威問變成全國笑病 深圳冤枉被拖累 中國網民一起圍插鬧包 直接道歉就算了 想看之前 希望大家首先在下面點個讚 喜歡不喜歡也點個讚 還有幫幫忙在旁邊訂閱我們《進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打開全部的話 我們一有新片 而YouTube開心起來就會派片給你 如果你看Facebook 也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和讚好我們的專業 可以的話 做我們的會員就更加好了 因為我們會員會有會員專屬片送給大家 另外還會有會員大抽獎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做我們的會員 最後希望大家也可以幫幫忙分享影片給身邊的朋友 令更多人都可以知道和一起討論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林鄭說早前就因為香港的疫情有多嚴重 大家都明白了 是不是 香港是非常嚴重的 死亡率已經是全球首位一指 一橋之隔的深圳也不例外 採取了一系列的封城措施和全民檢測 沒有辦法了 因為我們香港也沒有不幸地 有些疫情或者是有些人士的話 香港帶了一些病菌回到內地 其實除了深圳之外 東莞或者甚至乎我們整個大灣區 廣東省一帶的話 都有被牽連的情況 就著這件事來說 林鄭月娥在昨天的時候 在記者會說 香港自從爆發第五波疫情之後 很感謝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支持支援香港 代表香港市民致謝 感謝深圳市政府和廣東省政府 人民的關懷和問候 林鄭月娥說了這句說話之後 不說由自可 一說就令到全國我們中港網民一起圍插 先說說 我們很多不同的網民都有一些說話 今天給林鄭月娥說 第一句說 說現在是拿警令震慶的 第二句 難聽過粗口 第三句是有人批評林鄭 你疫情抗疫零分 你自己說年年考 第一說好打得 不過就打針 還有說很多難聽的話 我就不一次多說了 但是總括來說 都是說什麼滴水不漏 但是到處滲透 又快很準 但是變了慢很蠢 而我們的內地網民 也是就這件事非常非常生氣的 包括最特質的被人讚好 或者很多人認同的 包括什麼 港官思為素親 必須問責 不幸 下台罷 還有就是說 管理成這樣 還天天喊通關 這一堆說話 其實我們真的要香港的網民們 我們真的要調轉角度去看 內地網民沒辦法 第一身感受 明明是說我們不用戴口罩 內地的網民 內地的市民們 都已經是說 總之一兩個確診的話 你立即做 但是現在不是一兩個 是很多個突然間中了 還要是說 源頭一找出來 一找就找到源頭了 香港沒有說找源頭的 找不到嘛 一找源頭 原來是說來自香港的 那你怎麼會不生氣呢 你內地網民 你也想喊救命 對不對 最最最最慘的是什麼 如果用內地官場的方法去看的話 一早下台 那為什麼現在 香港那些官員 仍然在這裡 是這樣的呢 哇 你還說感謝 多謝支持 哇 你真的想說 你握了手之後 你自己身上的細菌 或者那些蟑螂 拋在別人身上 還要跟他們說 多謝啊 你看看別人會怎樣 首先拍死自己身上的蟑螂 然後罵你兩句 你沒事吧 你這麼髒了 你不要跟我握手了 應該會是這樣的 其實剛剛家偉說的 我們香港政府 再整個粥 很多網民就說 家偉啊 其實我也知道你經常罵林鄭的 但其實林鄭呢 可以跟大家說 基本上她不知道的死字怎麼寫 也不知道自己 究竟差什麼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 我相信不是 她這個聰明的人 她自己說 拿著口罩都不戴 你就知道她聰明 厲害吧 但是她對傳媒 或者對外的話 她怎麼說 她自己 所說的時候 她歸咎於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 她就說 在第四波的時候 疫情退減之後 香港有幾個月是清零的 令到市民接種疫苗率 就大幅下降 第二 她說 有些報導 令到希望接種疫苗的人士 特別是長者 家人 等等 都對疫苗有疑問 傳移 影響到他們打針的意欲 如果純粹以打針的角度去說的話 我不能夠完全說林鄭錯 但是現在香港在第五波來說 感染人數 直至因為感染而死亡的 四千個人 四千個人都是因為未打針 我想問 林鄭 意欲減低了 你香港政府做的什麼 第二 你說有些傳媒 是說令到長者 或者他們對家人的疫苗 對疫苗的成全疑 我想問 誰說 誰傳媒說 你說得不說得出 專家也有說 你有沒有罵專家 香港顧問專家 你有沒有找他出來罵他兩場 你有沒有罵他 許樹昌 袁國勇 梁卓偉那些 你所相信的那些專家 你早不說前不說 死了那麼多人之後 你才說這件事 還要說 有些傳媒 有些報導 令到那些人 特別的長者 和那些家人 對疫苗有傳義 我都說了很多次 打了針 不代表不會中的 打了 都會中的 林鄭你這句說話 是不是代表 不死人就沒事 中了是普通料 如果是的話 我就告訴你 你這個思想 徹底地與病毒共存 不是徹底清零 不是動態清零 你所說的話 不是我用支窗指指 你的頭來講 你自己講的 那麼多位 看這條片 的 儘管在下面留言說我 我有沒有冤枉他 他所說的第一第二有兩個解釋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會中招 為什麼張姐接種這麼低 哇 沒事吧 沒錯 有六成的人士 死亡率 為什麼 因為在安老院裡面 你自己配套有沒有做好 你知不知道安老院前線的員工多慘 你香港政府有多少物資 在手上不派下去 你令前線員工孤立無緩 你有沒有派人去說服長者去打針 沒有 你又不斷說 我有做的 有賣廣告叫人打針 打針打針 老有記一定會看電視的 一定會看明理所說的那些東西 你派人去說不行的 社會福利署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事情 不是啊 你說推針曲針 社會福利署有沒有做過 不是 那這些是家人的意願 不要推裝 你真的要做 為什麼做不到做不好 另外被人問到 為什麼香港有搶購潮的時候 他又趕了 不是我們令市民恐慌啊 是因為這些揣測啊 網上傳言啊 說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令市民有這些行為 但是他有承認的 我有承認我們是有責任第一時間澄清的 我記得出現這些購物潮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出現了很多的澄清了 希望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他說他有承認 他承認是什麼呢 就是他承認他有第一時間出來澄清 林鄭 為什麼會有這些風聲出來 為什麼 首先一件事 你自己想想 放風聲這件事 是不是香港政府你們本身自己做的事啊 家偉 沒有東西你不要亂說啊 記不記得當年那幫黑暴區議員 怎麼解僱的 政府放風出來啊 嚇到那幫黃區議員全部說走路著草 馬上辭職啊 之後林鄭還說我沒有說過啊 為什麼啊 消息流傳出來啊 誰放流料啊 哦 其實不關香港政府的事的 好啊 放流料的 香港政府 你有沒有擇成去追究啊 我們香港沒有這個法例啊 假新聞法呢 說了這麼久為什麼不做啊 哎呀 現在抗疫先 你就是現在抗疫先 這些假新聞死得人的 不是啊 到現在這一刻 你香港政府所做事 脫皮 脫骨 我們香港市民 就是這麼說無語問蒼天 我們香港市民中了一招之後又怎麼樣呢 我們聽你說 我們去看醫生 看完醫生之後 醫生衛生署那邊 你在醫管局那邊 跟市民說 你自己上報 什麼 我過來看醫生 你不幫我報 不是吧 哦 好啊 就算你搞不完所有事情 你都報了 這些物資要等多久啊 十幾天 即是說得壞點 你尿鼻哥尿自己出血了 之後 哎呀 變陰性了 你的物資才送過來 那些檢測棒 他尿鼻哥那些是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這些地區團體 他派上去 或者他托別人在藥房那裡 跟街邊買的檢測棒 做這麼多事情 完全不到位 香港政府你有沒有自己考慮過 想過 你有沒有責任啊 是不是要將你香港政府所有的抗疫失誤 都要歸咎於外勢力 是外界問題完全不關你香港政府的事 我每一次派這些物資 有人說多謝我我當然開心 但其實想深一層的 我完全不開心 如果我們香港政府自己做事是可以的 人家是應該讚我們香港政府做得好 哎呀林鄭你做得好啊 你帶領我們香港的話 哎呀你最好繼續連任下去 香港正在有林鄭月娥啊 其實無所謂的 對我來說真的無所謂的 我做地區的話不只是派物資的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的 香港不只是應該做防疫這件事的 你自己也說的 經濟先走的嘛 在經濟的角度上來說 香港要做好旅遊業 金融業 金融業 要做好它 不是只做金融 只剩下地的嘛 只剩下地的嘛 只剩下樓的嘛 是不是啊 我們這些升納市民 有些錢的可能就買股票 但是絕大部分香港市民沒有錢買股票 希望能夠賺到一分錢和家人吃個飯 這樣就是一個普通的人生而已 但是現在呢 疫情蓋起來 應該做全民強檢 哎呀 不是很多人要上班的 大哥 這句話我們說了兩年了 大家都想上班 但是因為疫情 搞得怎麼樣 回到班 哎呀 又中了 哎呀回到班又中了 那怎麼樣 你知不知道的 林鄭 又是外界問題 又是傳媒問題 傳媒是說 哎呀我看這份報紙 哎呀我中了新冠 哎呀我中了新冠 不是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你自己失誤啊 說回源頭 林鄭你說 哎呀現在呢 真的說 感謝什麼廣東省啊 深圳市政府支援香港 喂你真是難聽她粗口 你搞到現在人家糟糕了 你有沒有想清楚的 由始至終 我到這一刻 我都沒聽過林鄭 對著我們香港市民 或者對著我們內地 講一聲對不起 為什麼會這樣 你說哎呀我感謝 代表香港市民 感謝我們香港 政府中央啊 廣東省啊 以及深圳市 支援香港 你不應該感謝 你應該道歉 你直接道歉就可以了 有一句說話叫 知此近乎勇 你不是很聰明嗎 你不是很勇猛嗎 你不是很勇猛嗎 不是要認聰明 認聰明是人人都懂的 但是 但是現在你搞到其他人都出現了這樣的問題 其他城市都出現了 是因為你的問題 搞到香港這樣 從而令到隔壁的城市幫你也好啊 那些人都出現了 林鄭你不是不知道嗎 現在內地很多市民都在怨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市民 不是每次都說 哎呀幸好我們 林鄭這個英明神武的特首 帶領我們香港脫離犬境 當然啦 其實如果做得到就更加好 我不介意稱讚你的 說真的 我絕不介意 你知道你做得好一定我稱讚 但是現在我怎麼稱讚你 你還說做了這樣的事情 說你完全完全 多方面錯誤 人手又錯配 又不管你好自己的下屬 公營機構你又把關不力 林林種種所有事情要錯的 錯了不應錯的錯了 錯了 我們香港小市民 看到是說內地網民這麼生氣 有什麼好說 沒有話說 現在變相有時候是家偉我本人 有些內地朋友跟家偉說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哎呀 真是香港對著你不住 我之前又說這句話 是不是應該我們的小市民 和內地網民說對不起 為什麼是我們說的 哎呀 我們是香港一份 都是香港一份子 我們說對不起 但是你繼續呢 你繼續行差答錯 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這件事情 內地一直都是有跟進我們香港的最新情況 內地一直都非常非常關顧我們香港 不是說我們現在沒有什麼問題 我幫一下你 有時候就馬上抽起那些人 不是 就算現在這一刻 深圳 東莞 甚至乎可能之後 廣東省其他地方 都將會出現到全民檢測等之類的話 廣東省的政府 深圳市政府 都仍然堅守著一點 就是說 香港要繼續幫 香港 因為他們的意識非常好 就是深港是一家人 香港有沒有這個想法 看這條片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說 有根植入了在內地 我們的根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會這樣想 但是林鄭怎麼想 如果她覺得 她覺得我們深圳 廣東省 真的是一家人 你舔了東西 搞了家人有 你會怎麼樣 或者你闖禍 惹到家人 令家人都出了事 你會怎麼樣 對不起也要說一句 你會不會說 感謝爸爸 感謝媽媽 感謝你關顧我 現在你奶奶的事 令家人都出了事 你除了感謝她 是不是應該說一聲對不起 你連做人最基本的要素都沒有 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看 林鄭她平時做人是怎樣 她的思想是怎樣 她有沒有放我們國家在眼內 但反過來我跟大家說 內地究竟怎麼看這件事呢 內地的媒體 直接地說 香港的疫情 是在國家來說 是非常非常誇張 非常嚴峻 一旦決定的話 後果不堪設想 深圳就正正是隔著一條河 對岸是說疫情嚴峻的香港 深圳也是身後整個廣東省 南大門就是香港和深圳 這個橋頭堡和這個南大門 地位是已經決定了 如果沒有更加有效的疫苗或者防疫政策 去做好的話 深圳能夠做的就是強守 守護著深圳 守護著整個廣東省 這個就是大局觀 深圳能夠幫助香港什麼 就是派人手 但深圳不能夠抓著香港的手來做的 深圳是要堅固著她自己的角色 香港那樣是要做一個南大門將軍的角色 將所有的病菌隔絕 令到香港的病菌不能夠回內地 就是這樣而已 但不是說我自己理死理事 不是 是繼續支援香港 內地的傳媒說 其實現在這一刻 深圳因為香港的原因而搞到 現在都確診了的話 有些道理的 但不能夠同時同一而言 為什麼 因為深港是同根同源 看回整個地理環境 是不能選擇的 你不能夠說深圳我不管香港 我不管你 不是的 是要面對 一起挑起這個擔子 但是 香港市民所吃的東西 九成的蔬菜 家禽等之類 都是依賴內地的 是 九成 沒有了內地 香港會倒閉的 在這個深港一體的情況之下 剛剛說的 這個擔挑 是香港和深圳一起做好 所以 不是說深圳很大力 一次挑起它 不是 而是說 香港都要一起去做 那要怎麼做呢 就是深圳 繼續全力支援香港 香港 這麼多位看到這裡 剛剛家禽說的 是說包括有 香港的文章 內地的文章 內地的傳媒所說的話 看不看見什麼叫高低立建 內地傳媒所說的話 是說無論你怎樣大禍也好 我都要肩負你的責任 我和你一起擔起它 我和你一起搞好它 是這樣的思路 香港呢 那些專家 那些傳媒 仍然在說 現在做就錯了 現在做就慢了 那怎麼辦呢 不用做 疫情太快了 為什麼這麼多人死 有六成是院舍的 林鄭說的 有六成是院舍的 一天都是傳媒壞 叫人不要打針 第四波太成功了 搞到很多人不想打針 那你能打針 你看看別人內地的做法 我們內地的做法 正正是 不是選擇逃避 是選擇面對 心態就是決定命運 我覺得現在不再需要說什麼特首選舉 林鄭 我不是要望你能夠成功連任 我只不過是說 希望你 代表我們香港人 做一場好戲出來 深圳現在 撐起整個大局 做全民強檢的情況下 都仍然要支援香港 如果你 真的 你口中經常這樣 感謝中央 麻煩你真的 看一看 幫你的人 我不是叫你看看 你身邊的宦官 不是 我叫你看看 我們內地不同的城市 包括澳門 深圳 珠海等之類 怎樣去幫我們香港 如果你真是一個中國人 林鄭 你沒有理由 不會說一聲 對不起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 阿嘉偉這段影片 或者你又怎樣想 對於我來說 我希望 在這段影片 和深圳和廣東省說一聲 感謝和對不起 我不是代表林鄭去說 我是發自一個中國香港市民的心 去和我們內地的同胞說一聲 非常感謝 我們絕對不會忘記 亦是說 就如香港有這個特首 有這個官僚文化的話 我感到蒙羞 人微賢輕 小市民一個 但希望你會諒解和接納 我希望各位在下面留言 除了為我們香港而打氣之外 也希望我們要記住這件事情 深港和我們中國整個香港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為香港要加油努力之外 我們全國都要繼續加油和努力 希望大家下面踴躍留言 和喜不喜歡都按個like 訂閱亂傳香港 按旁邊的小鈴 如果我們都按了全部 Youtube開心起來 我們有新片 他又有機會去派片給你 如果在看Facebook 都是一樣 分享這條片出去 讚好我們專業 可以的話 做我們的會員 對我們論上香港更加大的支持 希望大家記住 分享 分享 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知道 和一起討論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 和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 我是嘉偉 稍後再見 拜拜 我們的大家 我們在看Facebook 我們可不可以選擇 然後給你的師父母 我們我們會發現 我們可以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